3月24日上午 香港特區刑事長關林鄭月娥 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宣布 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 任命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 為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任命由2021年1月11日起生效 林鄭月娥讚揚張舉能 具有卓越的才能和領導能力 在法律界深受敬重 她就任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超過7年 對司法機構的運作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林鄭月娥表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對香港的司法制度非常重要 法治是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 獨立的司法機構在維護法治 及確保司法工作能夠公平進行 發揮關鍵及必要的作用 這些也是香港的司法制度被公認的優勢 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 為我們的司法機構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援 來支持它的有效的司法工作 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 是為張舉能法官和司法機構的其他成員 提供相同的全力的支援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88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 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 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 由行政長官任命 另外 基本法第90條表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法官 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 還需由行政長官征得立法會同意 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以上 的 47 0000 作為 keeper 蓋子 根據其他主席法官 根據其他主席法官 和我們在 中文 博文章 有關帶發展 雜誼 中文 博文章 英文 博文章 英文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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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